我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我手上這支二路跑標的閃鐵公園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的教練團隊 我們今天這一集要來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我們下半年的年度計畫 因為上半年我們花了很多時間都在準備無領的賽事 然後還有一些自行車相關的活動 所以我自己呢其實是幾乎啦 可以說是沒有什麼跑步 那跑步也算是停了一陣子 那比較專注都在做單車的訓練 那因為下半年就是現在是8月嘛 那大概在12月就是今年的台北馬拉松 也是年度盛事 所以預計呢我自己的週期規劃 大概從9月開始要恢復跑步訓練 因為9月中就有一場Gummy Run 然後到長榮馬拉松是10月底 接下來就是12月中 所以其實我的賽事規劃呢也是蠻 就是緊鑼密鼓的接續下來 那今天呢就是算是下半年週期 準備開始訓練前的一個小小的 可以說是稍微恢復訓練一下 因為其實在自行車騎一段時間之後 跑步其實有一點點會稍微有點下滑 所以今天我們打算來田野場這邊 稍微做一個簡單的健鮮訓練 來恢復一下身體狀態 OK那我們就熱身一下 等一下準備開跑吧 那我們今天要操作的課表呢 待會會先大概慢跑三圈 然後實際熱身完畢之後 我們今天的課表 打算稍微跑一個簡單的速度訓練 因為其實有點久沒有跑步的狀態下 其實肌肉會有一點點稍微遲鈍遲鈍的 就是快縮肌需要一些招回 那等一下呢我們就打算來跑個200公尺6趟 然後每一趟呢會在原地休息大概一分鐘的時間 就是有點節奏性的這種訓練 稍微讓快縮肌刺激一下 然後也算是為我們下半季的這個賽事呢 做一個訓練的開端 OK那我們就開始慢跑吧 OK我們來做測試 準備 準備 好 播模式開始 我右手邊是255 已經完成了 95 95加油 95加油 完成 就取消 完成 第一階段 定位速度 獲勝的選手是 Gumming from the 255 好 那我們就準備看慢跑 等一下三圈就第一道 第三道 第五道 看一下軌跡有沒有不一樣 OK 3 2 1 Go OK 第二圈跑第三道完畢 第三圈我們要跑第五道 最外圈 OK 慢跑完畢 熱身三圈完成 太久沒跑步真的有點遲鈍 那個動作的感覺啊 跑起來感覺有一點點 沒有以前跑的這麼流暢的感覺 肌肉有點響的跟做的沒有很同步 我們等一下做一些馬克超稍微刺激一下 就準備開始今天的課表 做完馬克超已經滿身大汗 真的是有點久沒有訓練 間歇跑不太動 等一下我們準備用200公尺六趟 然後稍微恢復一下的跑感 因為其實一段時間沒訓練之後 馬上開始跑慢跑啊 你可能會反而覺得更累 因為身體一直處在一個很遲鈍的狀態 所以我們等一下打算用200公尺六趟 稍微讓身體抓回來這個 比較有速度一點的感覺 OK 我們等一下就準備開始 200公尺六趟 目標等一下大概用45到50秒左右的時間 就不會到非常快 但是有點節奏 OK 準備 3 2 1 GO 39秒 我們休息時間是1分鐘 所以現在等這個時間1分鐘到 哇 有點喘 既然跑這個秒數 我就覺得有點辛苦 200公尺六趟 慢慢找回身體的這個體感配速 肌肉真的有一點點適應不良 還有30秒 好 5 4 3 2 1 38秒 跟剛剛那趟差不多 先用大概現在是3分20的配速 200公尺 還有4趟 休息時間一樣1分鐘 所以我們大概 現在30秒 有點久沒跑這種課表啊 身體其實會進入一個 稍微沒有那麼適應的狀態 快速的肌刺激比較多 身體就進入一個 有點過度 換氣的人船的狀態 才15秒 3 2 1 GO 走 40秒 怎麼現在休息變得 變得 越來越短的感覺 1分鐘有點恢復不回來 快 30秒 現在要最後3趟 剛剛這樣秒數是38秒 跟目標配速差不多 要3趟 20秒 2 1 GO OK 比賽桶出發 10秒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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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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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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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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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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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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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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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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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我的衣服已經全濕了 今天真的是超級悶熱 當然我自己覺得下半年的賽季 在12月、10月、9月已經陸續開始有一些賽事 甚至大家都已經完成報名了 所以從現在開始 8月底、9月初 就要開始好好地預備 大家的訓練狀態 然後如果你已經 維持一段時間的週期 可能現在要開始稍微調整一下 有些受傷的地方啊 比較疲勞的地方 針對他們去做一些放鬆跟恢復 好好的備戰 就是最後在台北馬前的這3、4個月 因為我覺得接下來的週期非常重要 雖然最近的訓練天氣非常的不友善 因為超級濕熱 那對於長跑來講 是真的有點辛苦 但我覺得可以多做一些 像剛剛的這種 200公尺啊 比較速度型的快節奏的這種刺激 會稍微對肌肉有一定的強度 那心扉功能又不會衰退太多 非常期待 接下來在馬拉松訓練上 有更多內容可以跟大家分享 喔對了 最後也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已經佩戴一段時間 就是已經上市一段時間的 Garmin For Honor 255 不知道大家在鋼的過程當中有沒有看 我配在它的跑課表 那其實這款手錶呢 在上一代就是245當中 我們做了比較深度的評測 這一代呢 也推出了非常多新功能 我覺得是蠻讓我為之一亮的 第一個要介紹的功能呢 就是在Garmin For Honor 255當中呢 每天睡醒都會有一個每日晨寶 它除了每天提醒你今天的天氣狀況啊 還有你今天有沒有什麼訓練數據的規劃 就是跟你講今天的課表 然後也會提醒你昨天的睡眠狀況 睡眠了多久 那睡眠狀況如何 甚至呢 也會有一個最新的功能 來就是大家在監控訓練這個疲勞 數據呢 一個蠻重要的指標 那可以透過這個HRV來 檢視一下自己會不會過度訓練 所以每天早上睡醒呢 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睡眠狀況 跟前面的訓練 會不會讓你身體啊 開始進入比較疲勞 也可以避免一些 就是過度訓練的產生 哦 所以它裡面也會寫一些疑慘文囉 欸 還真的有 你練幾個看看 沒有 你把它看到 就是今天每日晨報最後 它寫 相信自己 有沒有 所以它每天都會有一個 提醒你的一小段話 我每天都相信我自己會主車啊 OK 下一個功能 那這次FORONO 255呢 也非常特色的地方 就是一樣延續了 它非常好的續航力的表現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它的定位系統 這是多加的這個多頻定位技術 就跟GARMIN1040的車表一樣 其實定位超快速 剛剛你看到畫面 255跟945的這個定位時間呢 真的是有一點點天狼之別 這樣一比下來就發現 945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有點點老啦 但我覺得255的速度真的是快到嚇人 除了這個之外呢 它也新增了很多就是一些在訓練數據上的資源 那在數據方面呢 它也新增了就是 詳細的這個競載工具 甚至是路線的這一些精準的配速之外呢 最重要它也新增了這個PACE PRO的計畫 就可以在每個路段當中 對於你的這個體能分配 有一個更好的掌控 我覺得這樣對於 實際的訓練上面是非常有幫助的 最後最後呢 也就是最重頭戲的更新了 就是在前幾代啊 三鐵訓練功能可能都要在745 945甚至更高階的 PHINIX系列才會看到這樣的功能 但它今年呢 首次下放FORONNER 255當中 所以可以看到接下來的畫面呢 就是我們實際到外面來實測一下 它的三鐵功能 我們現在跟大家分享 我手上這支 255跑表的三鐵功能 之前以往啊 三鐵功能可能都在 其他比較高階的三鐵錶款才會有 但今年在255的這個跑步定位的手錶 也加入了鐵人三項 OK 那我們現在人在前三公里 我們就來一場小小的模擬三鐵訓練 為大家展示一下 鐵人三項的這個功能吧 我們準備出發 OK 3 2 1 GO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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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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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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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轉彎趨勒 OK 第三項 準備出發去跑步 Let's go 有點久沒有轉換跑 肌肉有點不適應 尤其在這個 上上下下的這個路線當中 先離開 30秒 和你將 我們剛剛游泳了200公尺,騎車3K,現在跑步1K 這個轉換訓練還蠻棒的 因為透過這樣可以在短時間去刺激三個比較高強度的肌群轉換 讓肌肉可以稍微適應 實際在三體的比賽中可能會遇到的狀態 抵達終點 你看,按下Lab 鐵人三項已完成 這樣的功能還蠻棒的 因為像這樣三鐵訓練的功能 以前其實是要935、945、955 或是現在的745 這些錶款才有支援 甚至是PHINIX系列以上 但現在直接下放到BORON的255上面也可以使用 所以代表平常如果你比較專注在跑步的跑者 你也可以透過255直接有鐵人三項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 你看我們剛剛的路線 就有三個圈圈 我們在中間游泳藍色 藍色游完之後跑出來轉換區 然後紅色、黃色在外面聊了兩圈 然後就可以看到區段 九龍油了9分鐘 騎車8分鐘 跑步4分鐘 OK,所以如果你是有這樣三鐵需求的跑者 但平常可能又是以跑步需求居多的跑者 我覺得255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參考 好啦,那以上就是255的三鐵功能開箱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在接下來賽季開始之前 你可以做一些同樣的恢復訓練 像我這樣已經一段時間沒跑步的跑者 也可以先透過這樣比較快縮肌拳的試機 對於接下來的恢復訓練會比較幫助喔 也非常感謝Garmin 提供我們他們新的手錶 讓我來非常多人敲碗 多人可以拍給大家看 好啦,我是你的家楊爺 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囉 掰掰